這個賴慶德跟民進黨 都應該謝謝福昆奇 實際上福昆奇這一次去 雖然兩岸之間 我覺得還沒到誇開 但至少春暖 過去這八年 就是剛剛也講到 就是根本沒有任何一件 兩岸的好消息 那現在帶來包括旅遊 直航農產品的一個初步的好消息 其實至少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兩岸之間 最壞的狀況看起來 就是大陸方面是有克制節制的 那因此這一點來講的話 不會讓兩岸之間走到 所謂的最壞的 比如說戰爭的狀態 這一點我想短期內是可預期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對賴慶德來講的話 這第一點是衝突得以管理 那對賴慶德是好事 那第二就是說 我也講實在話 比方說舉個例子 台灣這幾年經濟的狀況 我請問有沒有 ECFA的一份功勞 有沒有說兩岸之間 經濟貿易的一份功勞 所以當兩岸之間 你今天直航開 然後旅遊開 農產品開之後 其實兩岸的經濟的環境 就台灣經濟狀況 可能會變得更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 實際上政績 還不是賴慶德會收割呢 所以這種 我是要講說 民進黨下來就是有個問題 就說好愛吃又愛罵 它就是一個ECFA模式的 一個所謂再版嘛 那今天他帶回來 這三個所謂的 善英跟禮物 對民進黨是執政黨 不要忘了你是執政黨 我也不是沒有聽到有人說 為什麼還要去幫民進黨去開錄 兩岸開錄 但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我們想的就是對台灣人民好 就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這是為台灣好 為國家好的事情 就該做 可是民進黨有時候就很討厭 就是你愛吃又愛罵 對不對 就像ECFA一樣 對不對 罵了那麼多年 到最後才是吃得很開心啊 就是也是愛不釋手啊 那最後我就講 其實那個傅昆琦這次去 我覺得真的是要給他一些 正面的credit跟肯定 因為他去的這個決心 真的是無比強 因為他跟我談了好幾次 然後他就說他去 他說這次一定是可以幫兩岸 開啟一個機遇之門 能夠帶來一些 未來一個很多連鎖性的改變 要講很多 但我後來 我其實跟他講一件事 我就說 我說 我說總召啊 你很有信心 你會帶好的東西回來 我也相信你 但是我說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既然如果能夠帶一個 很漂亮的夜明珠回來 那你不需要人家 在夜明珠上面去潑糞 對不對 民進黨就很愛 在你的東西上潑糞 所以後來我告訴他的建議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避開會期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也很會很知道調整 說天才有道理 所以後來才是 禮拜五的下午出去 禮拜天晚上 所以他其實第一次 已經延了一次 第二次他就只能 又往後延了一天 但是這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當然他也會說 那民進黨會不會 會怎麼樣說 當然還是罵 繼續罵 還是繼續罵 可是民進黨現在罵法 說真的 我覺得比較沒有說服力啦 就是西設市反應 為罵而罵嘛 但是至少我認為這一次 傅崑奇確實是善意的先行者 也是像旅遊直航跟農產品的破冰者 他只是個開端而已 也代表一個訊號 就是說兩岸之間確實有可能狀況 可以得以改善 那這一點還是要給傅崑奇一個掌聲啦 鄭平 我覺得這一次的難得 是因為國民黨去的立法委員 是現任的立委 那現任的立委 當然當時大家討論很多 我覺得傅崑奇總召在志強的解說之下 最後也聽下善意的建言 他利用禮拜五的院會結束之後才去 然後另外利用禮拜六來進行 這樣子有意義的談判 然後禮拜天就回來 也算是做了一個成功之旅 那我覺得這個開的頭 或許我覺得觀光界的人 剛才齊凱說他們那個嘉義的負責人 阿里山很興奮 借以後前線通車 可是其實根本本島還沒有開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他們為什麼那麼高興 就是叫做什麼 要春暖花開的時候 不是什麼鳥先知嗎 或者是什麼先知嗎 春江水暖鴨先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大家嗅到了要開放的意思 那這個開放的意思 其實過去 剛才廷飛也描述了 大陸跟台灣農產品的過程 其實它不是單方面的 大陸它現在就算它要開放 他們也講得很清楚 你30個航點 你不開放 直航點不開放 我現在開放有什麼用 你要叫那些團客轉機來轉機去 轉機的都昏了嗎 而且還墊高了他們的成本 所以說為了開放 他講說30個點 直航點 希望直航的班機恢復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 剛才齊凱講的 那個旅行業者的興奮 那但是旅行業者 會不會由興奮 又變成心碎呢 那這件事情其實真的要看 520後賴清德怎麼做 因為旅遊業者本來是已經有在準備 要進行非常大規模的上街遊行 因為實在是動不動啊 太痛苦了 太困難了 那我最後要講 我覺得柯建民真的好令我吃驚 我在立普法院的時候 他就是總召了 可是他這麼20幾年總召下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 他最近一兩個月講的話 罵的人上的標題難聽的話 大概是他過去 二三十年來的總和 你越要靠這種 真的我覺得比坡富罵街 還要恐怖的言論 來搏版面 就證明說柯建民真的大權已失 有一句話叫做應人說軟話 你們聽過嗎 對 就是一個人真的有實力 他講話是很軟的 對 我那時候剛到美國公司 那個大老闆講話 你怎麼聽不懂 你在講什麼 很小 他當大老闆 生意小孩要你去聽聽 真的這樣 所以你不要說別的 我臺灣有些幫派的頭頭有沒有 有都是很斯文 講話小小聲 小弟才會喊打喊殺你知道嗎 老大弄個眼 小弟就去了 所以說柯建民是小弟嗎 柯建民 他就是從老大變小弟 對 原來民進黨這個團 佔多數 他不需要大聲 他只要怎麼樣 他都贏 所以不需要 那現在不會贏了 那至少 這個話要講得狠一點 話要講得稍微 人家注目一點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話才講這麼難聽